大家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許多人都遇到過 我們調閱錄影資料的時候 卻發現硬碟裡面沒有資料的狀況 才想到說 當初為什麼我的資料沒有做備份呢 其實錄影資料遺失的原因有很多種 例如說我們的硬碟損壞 或者是系統故障 甚至也有可能是人為意外把它刪除掉 都有可能導致錄影資料遺失 因此備份監控系統的錄影資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就要來各位分享說 監控設備的錄影資料該如何備份 我們最常備份的方式 就是定期使用隨身碟 像這種隨身碟 將錄影資料備份到 隨身碟裡面去做儲存 或者是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才將隨身碟 插到主機裡面去做備份 這個方式是最輕鬆也是最簡單的方式 但是往往也是 最沒有保障的方式 因為你不確定 硬碟裡面的資料是不是已經故障了 所以會建議採用更好的備份方式 我們也可以使用 eSATA的方式去做備份 也就是錄影資料儲存在錄影主機的硬碟之外 我們還可以同步 錄影到外接的eSATA的硬碟上面去做備份 這樣如果錄影主機裡面的硬碟故障 那外接硬碟的資料 它還在 所以 用這種備份的方式非常的穩定 那因為 這個備份碟是在主機旁邊 所以這種的備份方式 比較擔心的是被人家刻意破壞 因為它來到這邊就兩個一起破壞了 這也是我們需要去 留意的地方 我們要做到eSATA的硬碟 我們要做到eSATA的硬碟 還可以透過 中央多點監控軟體 例如說我們可以把公司的錄影主機的畫面 同步錄影到家裡的電腦裡面去 如果半夜有人進到公司 把我的錄影主機破壞掉了 那其實我們家裡面的電腦裡面 我們的軟體裡面 仍然有我的錄影資料 這就是使用eSATA的方式 如果我們使用的是網路攝影機 除了可以錄影在記憶卡 以及我們之前有分享過的 NVR主機之外 還可以同步 錄影備份到NAS上面去 甚至 你的NAS可以使用多顆硬碟 下去做RAID 也就是磁碟陣列 這樣就超級有保障 那假設你的NAS裡面有兩顆硬碟 其中一顆壞了 另外一顆也是仍然有資料 這是一種非常有保障的做法 讓我們針對今天的內容 做個重點整理 第一 定期使用隨身碟的備份 比較耗時間 也比較沒有保障 第二 主機端直接連接eSATA外接硬碟 近端雙備份 穩定又方便 第三 易地備份 可以備份在遠端電腦上 就算主機被破壞也不用擔心 第四 網路攝影機 可支援多方備份 例如說 記憶卡 電腦 NVR主機 或是NAS 而且NAS在搭配RAID 磁碟陣列 是目前可以支援最多元的備份設備 如果您採用以上這幾種方式 將錄影資料備份 相信您就不會因為錄影資料損壞而苦惱 如果您有選擇性障礙 您也可以撥控到 TTIC展示中心 請現場工人師提供您最佳的建議 跟大家補充一下 本公司的TTIC監控系統有許多非常實用的備份功能 包含我們剛剛影片所分享的 E-SATA部分 重量多點監控軟體 以及像NAS的部分 等等的近端以及遠端備份功能 其中詳細相關功能以及設定的部分 歡迎大家撥控到TTIC展示中心 進一步了解 謝謝大家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